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關於Dacon的影片 今天Dacon懷疑就回來了 接下來會有很多不同的長假期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幾個不同的情況 可能你會激怒幫你Check-in的Dacon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通常你去Check-in櫃檯的時候 Dacon都會問你拿你的護照 以及問你今天去到哪裡 記住你要清楚地回答Dacon 究竟你今天去的目的地在哪裡 我以前做Dacon的時候 最怕聽到乘客說他去一個國家 而不是他的目的地 例如是什麼呢? 你要去東京去大阪 你直接跟我說就可以了 你千萬不要跟我說我去日本 因為有機會有人會跟你同名同姓 然後去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陳大文去東京 一個陳大文去大阪 然後有一個陳大文去明古屋 我真的沒時間猜是哪個陳大文 我明白大家可能很累 或者很早Check-in的時候 還沒睡醒說日本 我們會問你日本在哪裡 我最不喜歡是有乘客會問我 你猜一下 我真的沒時間跟你玩遊戲 所以記住要清清楚楚地告訴你 Dacon的目的地在哪裡 第二個情況就是選擇座位 我知道一個飛機的座位 對於每個乘客來說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自己都會有不同座位的要求 一種座位是非常之受歡迎 但是我真的很討厭這個位置 就是Emergency Exit Road 這個位置為什麼會受歡迎 因為前面通常都是比較闊落的 它是第一排的位置 但是其實這個位置背後有個意義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Emergency Exit Road 乘客如果在飛機上有任何的意外 空難發生 那個乘客是要協助空中服務員 去幫助其他乘客去逃生 他要最後一個才可以離開 他有這個使命在這裡 但是因為飛機出事率比較低 所以很多人都把這個意義拋住於腦袋 就覺得這個位置是一個筍位 前面是無阻礙的 不會擋住腳的 所以久而久之這個位置是非常多人爭 但是這個座位其實是有一點要求的 腦藥雙殘是不能坐的 你想想如果飛機真的發生事故的時候 腦藥雙殘這四個人 都不能幫助空中服務員去照顧乘客逃生 正正因為腦藥雙殘不坐 千萬不要說那個位置好像舒服一點 想讓我婆婆去坐 或者是給我小朋友去坐 或者是大肚婆去坐的話 其實我們是會很嚴格的拒絕你們的 10個地勤裏面有12個地勤 都一定會遇過很多不同的性格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去想升級 其實升級這件事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很誠實地跟大家說 你是不會有任何一個你說出口的原因 我們是會無緣無故的升級你 通常大家去check in的時候 會有什麼理由去問我們升級呢 生日啦 我可以跟你說一聲 生日快樂的 Honeymoon啦 如果你老公對你好的話 其實他應該是買雙無創給你坐的 而我聽過最討厭的理由就是 我今天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想升級 這個理由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是乘飛機的大忌 你要知道不舒服這三個字 有機會是你有少少的鼻敏感 有機會你是會發燒 甚至有傳染病 我們是不會用其他乘客的健康 用來做賭注的 所以千萬不要跟我們說你不舒服 我們有責任 也會問你拿回醫生紙 會醫生證明到你是fit for travel 才讓你check in 千萬不要用不舒服來交飛 知道嗎 最後一件事 我覺得這也是你們的旅行小提示 就是關於行李 我今天不是想說行李超重 我是想跟大家說 你自己的行李 記住要記在自己的名字 當地勤問你 這件行李是屬於誰的時候 記得要誠實去作答 千萬不要貪快 或者不想你的地勤 就跟他們說 隨便 隨便 拒隔 因為行李其實落你的名字 這件事除了因為安全理由 保安理由之外 其實如果大家買了旅行保險的話 你不見了行李 行李有什麼損壞的時候 你要出示那個check in的證明 你那個行李記的時候 是under你的record 才可以claim到保險 譬如如果我的行李 是下了我男朋友的名字的話 所有東西都要我男朋友去跟 如果他沒有買保險的話 那就拜拜的啦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容易激怒地勤的小地雷 還有一些小小的check in 紫色 其實我以前做地勤的時候 最快check in 的紀錄 在三分鐘之內就可以check in 一個客人了 所以其實check in 這個過程 可以很快 亦都可以很慢 看看大家會不會做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當然我每個星期都有上載了 還有新片 逢星期六月十三點 還有星期日日到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